這次我會帶大家走一個很舒服 簡單的行山路線 在港鐵站銅鑼灣A出口 上去之後左轉去密地神街 右轉 今天去哪裡 昨天去 我忘記了 大潭水塘 不知道是否因為路線太簡單 所以自己去哪裡都不知道 我們從密地神街走到嘟嘟 轉右就是禮頓道 過對面馬路的巴士站 搭76號巴士 上了車之後 在黃泥沖水塘公園站下車 下車後右手邊有條樓梯 沿路走上去 向陽明山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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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走到箭咀位置 之後走過對面馬路 就會看到黃泥沖水塘花園 既然來到也先拍照 先拍照 來到這個位置 要走過對面馬路 直上 如果大家不想走剛才的斜路上來 可以選擇在港鐵站 搭的士上來陽明山莊 在這裡下車 看到陽明山莊 左轉 就會看到大潭郊野公園入口 就是這裡 這條路線舒服又簡單 真的適合一家大小 齊齊走 如果你有寵物 還可以帶來一起跑 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去洗手間 大潭水塘 位於港島東南部 他們分別有 大潭上水塘 大潭庫水塘 大潭中水塘 和大潭督水塘 在2009年 大潭水塘群 和其他五個戰前的水塘 包括博富林水塘 黃泥沖水塘 九龍水塘 盛門水塘 和香港製水塘 都被列為法定估值 對上一次來大潭水塘 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我發現這次水塘少了很多水 來到這裡 我們會轉左去大風咬拍照 我們看完風景之後 會走回箭咀的路線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一下水塘的風景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一下水塘的風景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一下水塘 因為指示牌都很清晰 有很多鯉魚在水塘裡面 沿路都有涼亭和休息的地方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一遍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好水塘 從行動中的水塘 我們要靜靜地欣賞到水塘 上一次来没怎么拍照,今次要拍到够半 来到大潭水堂,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的石桥 其实每一条都有它们不同的特色 这个行程大约走了两个半钟 如果你走得快,可能两个钟就完成了 顺带一提,在片尾的位置 你会见到绿色小巴是去柴湾 另外有巴士是去沙基湾的 如果喜欢的话,都给个like我 分享给你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我频道 记得按小钟 有新片就会通知大家 多谢收看,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